多难 这个小伙子叫柱子 好到新一女孩催花的宿舍楼下求爱 遇到了同样来求爱的富家子弟大壮 大壮提议 通过笔键来决定谁可以当首席天狗 柱子人虽穷 但不怂 立马捡起一个木柜应战 只可惜一招都没接住 就被打得四养八叉 大壮羞辱说 我们家有马车 有洋房 外面还有洗澡堂 跟我抢对象 你有啥资本 女孩子们看到这一幕 个个笑得花枝招展 柱子失魂落魄 回到家里 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 当天晚上 柱子花了半年工资 买了全镇最粗的蜡烛和最好的红酒 翠花很开心 柱子趁机表白爱意 这时天空划过一颗流星 翠花故意刁难说 要是你能把这颗落下来的流星找到给我 我就嫁给你 没想到柱子当真了 当天晚上就向着流星滑落的方向走去 他不知道的是 星星已经变成了一个举世无双的大门人 也就是星星姐 而在另一边 女巫早就盯上了他 因为只要吃了他的心脏 就可以永保青春 姐妹仨活到了现在 女巫们用出签的方法决定谁去寻找星星姐 大漂亮胜出 因此他有权利吃掉剩下的一半 大漂亮扯下自己的假发 把闪闪发光的心脏吞了下去 奇迹发生了 兔老太婆秒变狂浪小媳妇 满面红光 那娇俏的身材虽然被挡 也能给人无限遐想 然后骑上两只小飞羊 火速奔向星星坠落的地方 之后又通过占卜术 知道这里是星星姐必经之路 就利用魔法造了所房子 开始守住带兔了 又把星星姐用铁链绑上 想要拉回去送给翠花 这个舔狗的智商呀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她都不知道正确的打开方式 星星姐无力反抗 只能跟着柱子走 走到半道说饿了 走不动了 要吃东西 柱子也没办法 只能把她拴在树上去找吃的 剩下星星姐一个人靠处歇着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来了一只独角兽 小嘴一扬 就解开了她的铁链 然后带着她去了附近的旅馆 这里正是大漂亮的魔法黑店 晚上趁着掏近乎的机会 大漂亮就想直接动手 这时楼下传来了敲门声 是柱子 原来当她发现星星姐没了踪影后 就半道拦了辆马车 追了上来 车幅奔波一天 进了门就往枣盆里钻 看到星星姐下来还伸手打招呼 大漂亮最讨厌 光着身子搭讪的男人 就一刀把她给咔嚓了 柱子见娘们那么狠辣 拉起星星姐就跑 但是四周全被大漂亮的魔法包围 情急之下 她掏出一只黑蜡薯 俩人蹭了一下就没了 大漂亮通过占卜 得知了他们俩的去处 她坐着马车来到围墙外 看到了星星姐 她旁边还有两个奇怪的女人 大漂亮感受到了 老太婆身上的浓浓沙气 于是放了个大招 直接把老太婆烧成了灰 然后逼迫星星姐 和另外一个女人上了马车 她自己也因为用力过猛 给憋出了皱纹 她把星星姐带回了自己的老巢 然后固定在石板上 准备掏心挖沸 这时大门被撞开 柱子带了个哥们来救人了 柱子的哥们很讲义气 功夫不一般 打架他靠前 刚一出手 就干掉了一个女巫 大漂亮一看事情不大对 及时出手 因为小玩偶控制了那哥们 一分钟不到就被他玩死了 柱子很精明 砍断了储物龙子的锁链 那些储物早就看见了三张老脸 冲出牢笼 个个都像野狼 把另一个女巫啃成了过头渣 只剩下大漂亮孤军奋战了 只见柱子拿了个灰方垫的小玩意儿 把大漂亮给垫得迷迷糊糊 柱子终于救出了星星姐 星星姐望着奋不顾身 救自己的盖世英雄 生出了爱的火花 她抱紧了柱子 两人合体后摩擦升电 抱得越紧 电压就越高 最后直接把大漂亮给垫成了灰烬 世界终于安宁了 柱子捡起星星姐的吊坠 吊坠变成了血红色 这预示着她成了魔法国国王 原来魔法国国王为了选择下一任 就扔下项链 拴住一颗星 费落人间 承诺说 谁能让星星动心 谁就是下任的国王 那个开始要星星的翠花 绝对不会想到 这个舔狗 为啥一去不回头 更不会想到 穷小子已经逆袭成了国王 电影就像生活 有的人舔着舔着 他就没了